这一堂我们要讲到 就是领袖跟圣灵的工作 那毕竟今天我们讲的领袖 是一个属灵的领袖 那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的确不是依靠势力跟才能 势力跟才能当然是很重要 也很宝贵 但是的确 城市在乎耶和华 乃是依靠神的灵 圣经说方能成事 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在属灵的领导上 圣灵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导师在我们生命当中 圣灵在三位一体当中 其实常常是最被忽略的一位神 我们信了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真神 无论如何在过去教会 历史神学的讨论当中 花时间讨论父神 讨论基督 还是比较多 讨论圣灵的 还是比较少 可能是因为 圣灵多半很多是主观的经验 有时候很难讨论 讲到圣父 讲到圣子耶稣 比较多在一种 知识神学上 客观的一些论证 所以比较容易 focus 所以就 你看见在神学院里面 讲到神学 无论系统神学 或者是实用神学等等 神学都比较多 讲祷告 就很难 因为怎么改分数呢 什么样的祷告 就成绩好呢 都是主观的经验 很难打分数 所以在神学领域里面 的确对主观的经验的东西 就比较少去讨论 所以你看使徒信经 很多教会都会诵读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讲到圣父 用了三句话 讲到圣子耶稣 用了十二句话 讲到圣灵 只有一句话 我信圣灵 但是其他都没有 可见得你看 这是何等不成比例的 一个所谓的使徒信经 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 那个真是不成比例 来描述我们所信的真神 但事实上当然 我再说圣灵的确是 与每一位信徒最密切的一位 在这三位当中最密切的 就是圣灵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住在我们里面 是谁呢 圣灵 圣父跟圣子 只不过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讲到三位一体真神 这个 他们各自不同的功能的时候 我也讲到说 圣父的功能 主要在策划计划 圣子的功能是在执行 但是 这些都做完了 与我们何干呢 那只有圣灵 是把实际的救恩 全被的救恩 带进我们生命当中 那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今天我们根本经历不到救恩 无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从死里复活了 无论多棒 还是与我们无关的 圣灵的确还是与我们 关系最密切的一位神 那的确当我们想到圣灵的时候 的确圣灵有很多种不同的工作 对我们来说 第一个我们常想到圣灵的工作 就是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内住 对不对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 十四章 十六节里面讲到 主说我要猜浅一个宝会 是住在你们的里面 而且永远不离开 所以圣灵是 神猜浅到我们生命当中 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位神 而且这位神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神 圣灵的内住 另外一个工作 我们常常提到就是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呢 那很多时候过去我们 想到圣灵充满 常常用一个杯子做比喻 就是好像一个杯子 本来是半满的 然后再加就加满 好像圣灵充满 我们以前以为的意思是说 以前圣灵只一半在我们里面 还没有满 所以呢 要圣灵充满在 好像在让圣灵完全的进来 好像以前进来一半 后来再完全进来那种感觉 因为就是用杯子做比喻 其实错了 圣灵只有一位 怎么一半在你 一半在你外面 绝对不会 既然你接受耶稣说 你个人的救助 圣灵住在你里面 圣灵就完全住在你里面 圣灵的内住是完全 不是只有一半在 一半不在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把圣灵邀请进来之后 我们却把它冷冻起来 冷藏在一个角落里面 我们从来在生活当中 也不会去寻求圣灵的心意 也从来不会去寻求 圣灵的意识 像我那天说 欧牧师会买条领带 都问圣灵你感觉如何 我们也从来没有这种问题 我们也从来不巴的去觉得 圣灵你觉得好吗 所以好像我们把圣灵都 放在一个角落里冷冻起来 好像与我们进入生活 没什么关系的样子 什么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就重新把圣灵请回来 重新让圣灵来做主 在每一件事情上 寻求祂的心意 愿意顺从祂的带领 这就是圣灵充满真正的意思 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好像要怎么样 好像从哪里倒下来 圣灵充满意识是邀请圣灵 重新来掌权 祂已经在你里面了 你不需要再邀请祂进来 祂已经在你里面了 而是怎么样的 让祂能够在你生命当中 重新来掌权 而这是非常必要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保罗说不要醉酒 久能使人放荡奶 要被圣灵充满 这是非常清楚的一段经文 讲到一个命令给我们 事实上这是个命令句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那我想我们都明白 要被圣灵充满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还是比较 focus在于很多的现象 一讲到圣灵充满 很多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 心中 有些奇奇怪怪的 一些想法就出现了 有时候一讲到圣灵充满 很多人就很害怕 不知道圣灵充满 会带来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看见错了 我们看见圣灵充满重要 最重要的并不是在什么现象 其实我们忽略了 圣灵充满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从十五节开始 以弗所说的第五章 其实十八节我们常常强调 但是我们有忽略了 前面经文讲什么 十五节保罗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什么 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什么 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然后十八节说 所以要被圣灵充满 哦 哇 我就发现 过去我们很少去 读前面几节 这些人在说什么 以至于我们听见圣灵出来 我们就想哇 什么现象 却忽略了最主要的原因 要被圣灵 充满是什么原因呢 乃是因为你要明白什么 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啊 当然需要 今天我们所缺乏的 就是智慧嘛 说真的 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说 其实你今天在你生活当中 你没有所谓的财务的危机 没有财务的问题 你所有的是智慧的问题 你缺乏智慧 你有的不是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危机 没有 你有的是缺乏智慧 今天我们需要智慧 而这里说你要做智慧人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你要做智慧人 因为你需要明白主的旨意 哇 这么一讲你还害不害怕 你害怕要被圣灵充满 就不会害怕的 因为哇 of course of course我需要智慧 of course我需要明白主的旨意 所以我需要被圣灵充满 Amen 千万不要讲到圣灵 你想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 你要想到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 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被圣灵充满 不但是我们要得着智慧 要明白主的旨意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也是要得到能力 不是吗 你看现在这个 史路线第一章第八节 非常熟悉的段经文 史路线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呢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怎么样 你们就得着能力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需要能力 什么能力 生活的能力 得胜生活的能力 我们要来经历神的得胜的应许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要经历神丰盛的生命 而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 才能够活出这种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来 我们的生活需要 power to be 我们需要有生活的能力 你知道我常发现 今天很多基督徒 不要说神奇奇事 平常的生活 连喜乐都喜乐不起来 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师父这牧师常常说 当你向别人形容天堂的时候 你的脸上显出格外的荣光 当你向别人形容地狱的时候 你平常那张脸就可以 真的多少时候 我们的生活根本活不出 那种喜乐的那个里面的源头 活不出来 我们还说我们不需要被圣灵充满 那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他能够带给我们生活的能力 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 不但需要生活的能力 我们需要侍奉的能力 你怎么去面对 现今邪恶的世代 黑暗的权势呢 若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你怎么去胜过魔鬼撒旦 一切的诡计呢 有时候我们在美国或在北美 我们真的是啊 好像已经慢慢好像变得 把我们的信仰太理性化了 我们总觉得 最重要的是合不合理 所以在神学系统我们永远在 是不是合理 这个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合理 但是 当然我们的信仰合理很重要 但是一旦你有机会走出这样一个 知识的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你真正进入 譬如说你到非洲去的时候 你发现当你像非洲人讲道 你发现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讲的合不合理 一点都不care 他们所在乎 灵不灵 看了病人在这里 你的神是比他无一还灵呢 他不管你讲的有没有道理 他根本不care 他care的是无一在这里 你在这里 请问谁的神灵啊 一个鬼 被鬼妇人在你的面前 无一在这里 你在这里 谁的神灵啊 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信仰 面对最大的考验 我告诉你 你一切所有的知识 一点用都没有 你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 没有别人 只有在那一刹那你才发现 圣灵何等重要 否则你可以在北美 你看这有多少人在那里 轻忽在那里打压圣灵的工作 只有你真的亲身经历到 那种属灵征战的真实心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完全无法依靠理性 你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来服事 我们就看你要得到神的能力 所以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你需要智慧 你需要能力 光是这两点 我告诉你 人人就要追求圣灵充满 你怎么可以不被圣灵充满 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当然圣灵充满有很多种不同的现象 没有一定的一些法则 很多人常问我的问题 就是牧师圣灵充满 一定要说方言吗 其实不一定 圣灵充满真的有非常多的现象 其实宣道会 以前我在宣道会十年 宣道会创办人A.B. Simpson 宣信博士 其实是你看整个宣道会的历史 就知道他是非常灵恩的人 他为人医病 他为人赶鬼 大有能力 他是非常有医治恩赐的一个牧师 可是他不说方言 他没有方言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不一定会说方言 但是这些人我也观察到 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说方言 但我却发现只要你被圣灵充满 你就很容易会去说方言 真的很容易 所以有人说 在海边生长的孩子 一定会游泳 很自然会游泳 一被圣灵充满过的人 其实是比较容易 就会去说方言 就自然而然 也不用很勉强会自然而然 的确说方言有很多种好处 我自己这些年日也在我们教会里面 常常教导这些方面 因为很多人一听到方言 就好像心中很恐惧 很害怕 其实不需要 我觉得方言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讲到方言乃是为了造就自己 你看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第四节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讲到乃是什么 造就教会 所以既然说方言是造就 你可不渴望要造就自己 当然渴望 所以不用害怕说方言的事情 所以说方言乃是造就自己 换句话说 当你开始说方言的时候 你是容许圣灵在你心中 有一个机会 能够来教导你 有一个机会向你来说话 很多人常常说 牧师你说 说方言是一个你不懂的话语 其实你搞错 的确当我说方言是一个我不懂的话语 但我却要告诉你 当你在那里 凭信心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是给圣灵一个机会 能够开通你的悟性 让你能够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心灵里面开始明白神的心意 也许你口中讲出来的话语 是你不懂的话语 但是圣灵却透过这个方言的表达 圣灵在你心灵的深处 把神的意念放在你的心里面 你明白我所讲的吗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一边用方言祷告 然后转成悟性祷告 再回到方言祷告 再转成悟性祷告 当我用方言祷告完 再用悟性祷告的时候 我就发现当我那个时候悟性的祷告 就能够反映出 刚才神用方言祷告 所放在我心灵里面那个意念 所以我接着悟性的祷告 就反映出刚才圣灵放在我里面的意念 所以有些时候当我有一些 不大认识不大熟悉的情况的人 祷告的时候 譬如说到外面去有人请我为他祷告 我一开始总是先用方言祷告 也许不会讲出来的方言 我心里就用方言在祷告 因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圣灵能够向我说话 我希望圣灵把怎么样向这个人的 祷告的意念放在我心中 所以我用方言祷告完 然后我就用悟性为他祷告 当我用悟性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就能够按照神放在我里面的意念 就来为他祷告 所以你看见其实方言祷告没有想象这么 你觉得好像不懂就觉得很可怕 其实没有 乃是圣灵常常就是借着这个方式造就我们 造就我们 既然是造就我们 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教育弟兄姐妹们要常常 如果你会说方言要常常操练方言 常常讲每天就要讲 每天就用方言来祷告 所以我岳母就是一位 当前阵子她被祖接去 可是我岳母在台湾也是非常的被神所使用 那么人家都称她为没妈妈 没妈妈 那我还记得 有一次这个 我们比较 那时候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 刚好她就到美国来跟我们度假 晚一段时间跟我们住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就出去 这个 出去这个 玩了 度假 然后我们就是 那个时候也没孩子了 就是我们 跟就带了岳母一起出去 所以我们就挤在一个房间的里面 她坚持说她要 睡在地上 因为她腰疼 不舒服 所以要她 就要睡在地板 她说OK 我说好吧 那就睡 忽然到半夜时 我醒了 我就看她 看到我岳母 嘴巴一直在讲 怎么整个晚上 就在那里讲 后来第二天我就问她说 我说妈 你怎么 整个晚上你睡不着啊 她说 反正时差睡不着嘛 那我顺便就方言祷告 一直祷告 没事 其实我会发现 她不但是在 睡不着的时候 又方言祷告 她没事 她也方言祷告 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一直用方言祷告呢 她说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的 让你灵力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很重要 我就明白 我上次我们 请康迈克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的时候 她特别对我们同工也讲这件事情 怎么样你让你灵力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是我们每个人很渴望知道的 对不对 她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要用方言祷告 每天用方言祷告 能够让你灵力的力量刚强起来 我们教会有一两位牧师 自从听他这样做以后 每天起来就是用方言祷告 好像真的是 神就让我们每一天 灵里面刚强 能够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一些诡计 跟欺骗跟控告 所以我看见方言祷告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 但是这是一个造就自己的一个tour 神给我们说 这很清楚讲到 方言是造就 做一个领袖 你需要灵力刚强 你需要造就你自己 造就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已经会方言的 我真的鼓励你 每一天就花时间用方言祷告 每天用方言祷告 那如果说你还不会说方言 也没关系 存着可慕的心 被圣灵充满 圣灵一定会帮方言放在你的心里面 放在你的心里面 那我们看见 圣灵充满有很多种不同的现象 方言虽然是一种 但是我越来越看见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不要轻忽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圣灵的工作 对我们做领袖的人来讲 有一个最 最重要一方面 就是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 但是很可惜 在今天的教会当中 A.W. Tozer 桃树博士 一个非常被神所使用的 一个圣徒 他曾经讲了说 今天教会最大的悲剧 就是恩赐的失落 他说今天教会最大的悲剧 就是恩赐的失落 换句话 今天教会已经不再有恩赐的运行 或强调恩赐的运行 他说教会最大的悲剧 那为什么恩赐会失落呢 我们花点时间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好不好 我们都翻到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我们来读一段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一段圣经 对恩赐的一个教导 跟着前书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里讲到三个原因 为什么恩赐在教会失落呢 有三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不明白 所以保罗十二章第一节说 弟兄们我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为什么恩赐在教会失落 因为今天教会不明白属灵的恩赐 不明白怎么办 就产生误解 误解就带来恐惧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常常说有很多灵恩恐惧症 接着有位弟兄有一次来找我 刘牧师啊 为什么这个英文的 讲到圣灵的时候 讲到Hol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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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t 他说鬼啊 我说哎呀 人家是古英文啊 Holy Ghost 现在我们都用Holy Spirit 但是以前用Holy Ghost 但是很多时候的确在教会里面 我们发现很多人一提到圣灵 就哇 我想到邪灵 不明白 就带来误解 误解 就带来恐惧 很多时候这正是今天 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现象 很多时候当 这个 在教会里面 圣灵在运行的时候 特别是 有些时候当你为人祷告 那些人倒在地上 那很多人就蛮恐惧 怎么一回事 那当然 很多种解释 可是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 还是无论是怎么样的现象 最重要还是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这是更重要一件事情 你从外面怎么看 你都不明白 圣灵真正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多半我也常常去问 其实我常常觉得 你真的要明白圣灵的工作 就常常问就好了 真的 我们又不问 然后就在旁边讲很多话 那就常常问题就出现 有的时候我常常就问 你倒下来你的感觉如何 几乎一半以上的人 都说 哇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觉得很平安 很peaceful 哇 我说也不错 感谢主 正在这样充满忙碌的世界当中 你觉得很平安 也是pretty good 感谢赞美主 千万不要说好像没有什么 也蛮有什么的 如果你能够在那一个刹那里觉得 好像被神touch到 能够有一些 一些在神面前的平安的感觉 觉得也很好 但是也有看见很多人 真的在倒下去的过程中 被神大大的改变 大大的改变 我想这个 曾经来过你们中央 我不知道林大周牧师来过你们中央 没有来过 没来过你们讲过 这个 他的生命就是在倒的过程当中 被神完全改变 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dramatic的改变 就在倒 当他倒了起来之后 totally changed amazing 你应该去听听他的见证 我告诉你 但我也看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些经历 有时候你叫他ask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倒在地上 然后就发现他一直倒 他没有起来 然后呢他的头一直就 动 起来打地 咚咚 我们旁边都吓死了 哇 怎么回事 怎么一种头打地啊 然后后来他终于停下来之后 我们就问他说 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他说 刚才我躺在那里的时候 神好像将我的生命 好像过去的生命 从心的好像 很快速的在我眼前这样 展现出来 然后神在告诉我说 你看我怎么样带领你在过去 一关一关的度过生命的难关 然后他在回答说 是的主 是的主 Yes Lord Yes Lord 我们在外面看了 咚咚咚 他里面说 Yes Lord Yes Lord 所以有些时候 从外面看很多东西 你都觉得好恐怖哦 可是实际上 当你去看到底圣灵 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才发现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要花点时间 我们来find out 去找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不要误解 千万不要误解 总要主动的去寻求 要明白 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 不明白嘛 所以恩赐的失落 第二个原因 第二节这里说了 你们做外邦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受迷 或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这是你们知道的 换句话说 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常常用天然的事情 去解释或看一些属灵的事情 所以你看见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受牵引 或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好像你们过去是用天然的事情 来做这些 这些属世的事情的时候 你却用这个事情来看 这个属灵的事情 所以你不明白 欢迎说今天我们常常 想用天然的一些事情 来解释属灵的一些事情 所以常常造成很多的混乱 比如说在教会里面 最容易confused的一个事情 就是灵命与个性 灵命与个性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 觉得哇 他个性好好 知温柔 我们觉得他灵性真的很好 但是他真的灵性好呢 不见得 有些人天生温柔 讲话很细声细气 天生古道热场 乐意帮助人 他灵性好吗 说不定还没有信主 你知道很多外邦人的个性 比基督徒个性还好吗 你知道很多外邦人 他的行为比基督徒更好吗 请问他灵性好吗 他根本不认识神 老兄啊 可是你觉得他真的太棒了 基督徒就应该像他这个样子 他灵命真好 其实没有灵命 你看这个个性不好 你以为他灵命就不好吗 圣上节 多大的脾气啊 替他翻译 翻译到一半那个人 觉得他翻得不好 一把推到台下去 从台上推到台下 哇 如果在今天我们说 这什么讲人啊 灵性这么差 脾气这么暴躁 那你今天敢说圣上节 灵命不好吗 不敢 没人敢说他灵命不好 但脾气大到离谱 所以灵命不等于个性 可是 somehow在教会里面 我们永远从个性来看灵命 觉得一个人个性好 就是灵命好 你从天然的事情 要来看属灵的事情 其实错了 灵命不等于个性 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 并不是要为这些 为你的个性找个借口 那不必改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也是错 我的意思一点都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只是说 一个个性好的人 不见得是认识神的人 不见得是有灵命的人 但是有一个有灵命的人 虽然个性不好 神一定有方法来对付他 帮助他 塑造他 磨炼他 他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好 所以灵命是什么 有人这样说 我觉得那个定义 是非常好的定义 什么是灵命 可是你从来 人家叫你定义 你还不见得会定义 我告诉你 什么是灵命 就是聆听神呼唤的能力 哇这个定义太棒了 是能够聆听神呼唤的能力 那个叫灵命 就是神向你说话的时候 你能够听嘛 你能够改嘛 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嘛 对不对 灵命就是你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神叫你修改修正 带你说到 你能够跟随神 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Amen 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两件 混在一起谈 我看教会里面 常常就是这样 混为一谈 但其实上 是完全两件事情 另外一个 是常常混为一谈 恩赐跟财干 也是完全混为一谈 为什么今天 你看见 恩赐失落呢 因为在教会里面 我们以为财干就是恩赐 所以我们不再讲恩赐了 我们就在讲财干 以为财干就是恩赐 所以你看见 我不知道你 从 进入教会到现在 你有没有 做过所谓恩赐调查表 有没有做过 有做过吗 给自己做过 我不知道你做的恩赐调查法 是怎么样恩赐调查表 你就发现 基本上大多数的恩赐调查表 调查来调查去的问题 都是什么呢 他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请问你 你的 喜好 你的负担 你的这个 所学的专业 然后你的背景 等等一大堆东西 调查来调查去 请问你 这些调查来调查去 调查出来的是什么 是你的财干 还是你的恩赐 财干 换句话说 你用恩赐调查表 调查出来的 其实只是你的财干 那不是恩赐 不是恩赐 所以常常我们混用 混用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说财干不重要 财干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请问你 多数的服饰 是用财干服饰 还是用恩赐服饰 财干 我可以告诉你 在教会里面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以上的服饰 都需要你的财干 来服饰 OK 我请问你 做招待是财干 是恩赐 做财物是财干 还是恩赐 财干 在教会所有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东通是要财干 所以你一点 不要轻忽财干 我把它叫做 奉献的财干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把我们的财干 奉献给神 让神来使用 但另一方面 请你也不要忽略 你是有恩赐的 你是有恩赐 恩赐跟你的财干 是不同 完全不同 恩赐是什么呢 我给他一个 最简单的定义 恩赐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圣灵感动 所带出来的服饰 那才是恩赐 必须是圣灵感动 带出来的服饰 那个才叫恩赐 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 这两个可以同时再发生 有时候当你凭着财干 在奉献 在服饰神的时候 忽然间圣灵会感动 你做一些事情 你看见 按着财干 服饰是很重要 但是 在那个时刻 圣灵感动你 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 在那一刹那 是凭着恩赐 在服饰 这两件事情 可以同时再进行 就像我讲道一样 请问讲道是 恩赐是财干 你可能说恩赐 No 我告诉你 讲道 definitely是 多半是财干 在这过程上 是有恩赐 圣灵有感动 我们某一些部分 但是无论 你表达的能力 你组织的能力 那还是你的财干 Amen 所以千万不要把 牧师高谈 恩赐 No 那只是财干 You know 真的 我们不要混为一谈 我们要分得非常清楚 财干就是财干 财干是应当被神所使用 一点没有轻忽财干的意思 但是我们要开始讲到恩赐 告诉弟兄你们 什么是恩赐 在你用财干的过程当中 是有圣灵感动你的时刻 那是很特别的时刻 神给你特别的message 会带来特别的果效 那个叫恩赐 Amen 这样就分得很清楚 Amen 所以你不要害怕 用财干服饰 All right 因为我们的确 神需要我们用财干服饰 但当然恩赐 我待会儿讲恩赐 但是不可否认在财干服饰的过程当中 你要敏锐 All right Be sensitive 敏锐 圣灵的感动 因为圣灵会感动你 Do something 那个时候恩赐就显明出来 OK 我只是先把概念跟你讲 让你能够明白 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All right 所以这第二个原因 因为我们常常混为一谈 灵命个性混为一谈 恩赐财干混为一谈 所以以至于恩赐在教会就失落 第三个原因 为什么恩赐失落 第三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 没有说耶稣可咒诅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 轻忽圣灵的工作 轻忽圣灵的工作 所以保罗在这说 不要轻忽啊 如果没有神的感动 是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 All right 一定是圣灵的 所以不要轻忽圣灵所做 任何的工作 大家都是说我们太轻忽圣灵的工作 我们不看重圣灵的工作 所以特别是讲到恩赐的时候 你看见比较保守的神学院 都会讲到 今天这个是恩赐终止论 Cessation 就讲到恩赐终止 今天不需要再有恩赐了 其实错了 我们看见 今天神仍要赐下各样的恩赐 直到教会被建造 完成像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 一样为止 如果说教会还没有到基督长成的身量 以前 我们都需要各样的恩赐 都需要各样的圣灵所赐的植物 在我们中间 直到圣灵 把基督的身体建造完全为止 那请问 什么时候是教会达到完全的那个时刻呢 主再来 很明显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 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刻 我们看见 基督教会 以及Ready 成为一个完美 荣美的新娘 能够配得过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以换句话说 直到主再来以前 恩赐都是必须的 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轻忽圣灵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就不看重 不看重 我们也不看重很多一些特别圣灵的现象 其实 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 但其实 again 我们需要明白 去了解这些现象所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比如说 Holy Laughter 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历过Holy Laughter 有没有 Holy Laughter 圣笑 Holy Laughter 就是一直笑 没想到 有 你有经历 看过 没经历过 很可怕 不会 所以从外表看都很可怕 对不对 我以前觉得 哇好可怕 你知道吗 直到你经历过 你就觉得哇 那真的是 very powerful的一种经验 那 你要知道我是非常理性的人 OK 我是这个 不是喜欢神秘兮兮的人 但是我也是经历过很多 这种神的一些特别的工作 我还记得 我们教会要开始 在1995年的时候 要准备开始 在准备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非常的艰难 我们那个时候 既找不到场地 也缺乏很多的资源 我还记得 在那个时候 不但好像缺乏资源 而且那个时候 因为也很多人在 好像说我是灵恩派 所以有很多的攻击 在我的身上 我还记得要准备 开始教会的时候 又找不到场地 心中的交集 外面一些别人的批评论断 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觉得 哇里面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苦 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么多的事情 我一边开车 我就是一边呼求神 当我在一边呼求神的时候 我就刚好听了 这个收音机里面 一个讲员在讲道 那个讲员就说 你心中渴嘛 你心里面口渴嘛 你是渴慕更多的有神 你要呼求 我记得我那天就是 听到的信息 我就说 我真的可爱 真的在那里 Cry out 我说真的 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我就大声向神呼喊 没想到 我一大声开始 向神呼喊的时候 忽然间 一个 就让我神的灵 就在我里面开始 Holy laughter 就开始笑 真的一直笑 你知道Holy laughter 是怎么回事 Holy laughter 是圣灵把你的脸皮 就拉上去 你知道 拉 你没有办法放下来 就是一直在 一直拉上去 你就开始一直笑 一直笑 然后我一边开车 一边笑 我都 我可能旁边人 开车间 我可能觉得 有点疯子一样 你知道吗 我一边笑 我都发现 我没办法控制 我就停下来 然后笑 足足笑了二十分钟 真的 你没办法 你想不笑都不行 神就拉着你的脸皮 让你笑 笑了二十分钟之后 哇 我告诉你 出奇的平安在你的里面 一切的重担 都释放了 你知道 忽然间 我这不再忧虑了 我还记得 我回家之后 我的童工打电话 给我说刘牧师 我们找到场地了 我说我早知道了 哈利路亚 在那一刹那 我已经知道了 不需要忧虑 哈利路亚 我这就经历到 这个Holy Laughter 以前我 从来很难明白的 一件事情 在那时候 我真正经历过的时候 哇 我再也不敢轻忽 You know 以前看了就很奇怪了 现在不敢轻忽 神可以用各种方式来 做他要做的工作 Amen 都是为了造就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 他的丰盛 所以虽然无论我们 从我们的理性上 多么无法解释 但记住 不要轻忽就好 你也许不明白 没有关系 不要轻忽圣灵的工作 Amen 当我们轻忽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 恩赐就失落了 那到底恩赐的来源 恩赐从哪里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好不好 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那恩赐从哪里来呢 第四节开始讲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很明显的恩赐是从圣灵而来 第五节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可见执事 actually 这个执事指的是什么呢 我越来越看见 这个执事就讲到 是五重职务 五重职务 是从基督而来 从耶稣基督而来 第六节讲了 公用 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这个公用是什么呢 这些呢 我越来越明白 其实是指的 我们各式各样的才干 这些都是从父神而来 以后当你看见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的时候 你就看见 圣父圣子圣灵 给我们不同的一些gift 不同的礼物 我们的才干 我们天生的个性 才华 这是创造我们的父神 所给我们的 这是个gift 是神的礼物 所以你看见在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第十七节 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跟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 原来各样的赏赐 全辈的才干 各方面都是从创造我们的父神而来 五重植物 是从基督而来 我们看见以佛所书第四章 以佛所书第四章 第七节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给个人的 什么 恩赐 所以经上书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 这个他是谁啊 耶稣基督 耶稣也赐下恩赐给我们 这个恩赐跟圣灵的恩赐 是不同的 很显然的 换句话说 这个恩赐 有人说也是叫 主耶稣升天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什么呢 十一节很清楚讲 他所赐 这个他是谁啊 耶稣基督 他所赐的 有使徒 先知 传福音 牧师跟教师 为了成全圣徒 各进其子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看见 非常的清楚 这个恩赐 从基督而来 目的是要 建造基督的身体 Amen 所以 才干 的确是从 父神而来 那个目的 是要显明 神的荣耀 神给我们 各式各样 不同的才干 就像在一个 花园里面 百花齐放 是要显明 这个花园的 荣美跟美丽 同样 神 父神 给我们各样 不同的才干 就是让我们 显明上帝的 完全荣美跟荣耀 基督赐给我们 他恩赐 是五重植物的恩赐 目的是要建造 基督的教会 圣灵呢 赐下什么呢 赐下 圣灵的恩赐 回过头来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我们看见 这里开始讲到 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就是后面 待会我要讲的东西 圣灵的恩赐 这些从圣灵而来 目的是什么呢 第七节讲得很清楚 圣灵写明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所以圣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使人得益处 让我再讲得盖清楚一点 最主要是使别人得益处 非常重要 圣灵的恩赐是 显明出来是使别人得益处 事实上圣灵的恩赐 多半都是为了造就别人 除了非常少数像方言 是造就自己之外 Mostly 圣灵的恩赐 都是为叫别人得益处 这是在我自己 在灵恩的领域里面 走了这么多年 终于悟出来的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我简单的告诉你 国子是为自己 恩赐是为别人 圣灵的国子 九种国子记得吗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讲到圣灵的九种国子 圣灵给我们的 是为了谁 是为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 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是为了自己 可是恩赐却不是 恩赐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别人 一旦你明白我要讲这个基本的观念 你就开始比较容易明白 What is going on 很多的事情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 我那时候还非常对灵恩不是太了解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几位牧师就是相约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个神医步道大会 那我们那时候对神医也完全不了解 但是很好奇到底怎么回事情 所以我们一起飞下去 参加神医步道大会的时候 一进去发现 诶 这个所谓的神医步道这个牧师怎么 头都光的 都剃光的 后来才发现他是癌症 那么已经 不要第二期第三期那个时候 那他在你做医治步道会 那我们看的时候 呃 你自己有癌症 你还做医治步道 这个想不通 这怎么回事情啊 这简直很难让我明白嘛 但现在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真的越来越明白 真的就是这样 他是有医治的恩赐 但这个医治的恩赐不是为他自己的 这个医治的恩赐是为别人的 是为别人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 虽然他自己在癌症当中 但是他仍然有医治的恩赐 但是恩赐不是为他自己 永远是为别人 就好像我认识了非常多先知 OK 我跟很多的先知也都是好朋友 我就发现我常常观察很多的先知 发现这些先知在为别人 prophesize的时候 好准确 我自己经过很多次 那些先知到我们教会来 OK 为弟兄姐妹 预言祷告 其实他根本不认识他们 我才认识他们 他讲得 so accurate 非常的准确 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呢 一塌糊涂 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情 我还记得有一次 有个先知打电话 有个人说 刘文师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说你不是先知吗 你问我干嘛呢 但他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就明白过来了 先知的恩赐是为别人的 不是为他自己的 为别人非常准确 为自己根本是一塌糊涂 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情 我以前好不懂 我觉得你这个一定灵命很差 才会这样吧 那我现在不会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 所以你看见 这些先 我是使徒 我很清楚 所以他们先知会找使徒的 使徒你告诉我要怎么做 我开始就明白 原来恩赐运行是这样的 恩赐是为别人的 你们就好像 就好像你知道在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的师母 就是刘师母 就蛮有一致的恩赐 那所以很多人 有病一定是说 刘师母请你来为我们祷告 所以 每次如果有人来找刘牧师 我生病为了祷告 这一定是新来的 我怎么教会 还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but anyway 我们都可以为我们都可以为病人祷告 但是在教会的师母 所以我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我说你们生病的时候 常常叫刘师母为你们祷告 那我请问你师母生病怎么办 师母会生病 会 那师母生病怎么办 请问你 有人说刘牧师为他祷告 你说你们真的太没良心了 真的 you know 你们生病了 师母为你们祷告 那师母生病了呢 你们要为他祷告 但在教会常常不是这样 我觉得教会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牧师生病了 有罪呀 要悔改呀 怎么会有这样 为什么祷告 自己祷告都意不好呢 真的 I'm not kidding 教会就这么可怕的地方 我不在这里开玩笑 我们完全不明白肢体的原则 肢体的原则就是这样 我有病的时候 你为我祷告 你有病的时候 我为你祷告 肢体 互相帮助 互补忙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身体的原则 就是这样 你真的要清楚明白这件事情 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都是让我们去服侍别人 是让我们去造就别人 这些恩赐不是为我们自己的 恩赐是为别人 你们 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在教会里面 我们真的需要起来 每个人都要起来 我们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祷告 Amen Hallelujah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是 所以如果你们教会牧师生病的时候 不要在哪里说 他一定要犯罪了 你真的要 是你起来为他祷告的时刻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看见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 所以我另外一件还要再讲一件事 在教会里面 特别在中国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以为 有恩赐就好了 有恩赐就能够把教会建造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不是 我刚才讲了 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造就人 别人 是一个一个人被造就起来 会得到帮助 可是要建立教会 光是恩赐是不行的 我刚才讲到 基督所赐的恩赐是五重植物 的目的是什么 以佛所书 建立基督的教会 光有恩赐是一个一个 很多人得到帮助 如果你没有五重植物 你发现教会是没办法建立起来 这就回答了很多的问题 有些时候你看见 一些很有恩赐的人 很有恩赐的讲 三号很有恩赐 又很有讲道的恩赐 可是三号教会建立不起来 奇怪 为什么能不能有恩赐建立不起来呢 因为你缺乏五重植物的运作 五重植物还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教会也非常轻忽五重植物 不是吗 所以在教会里面 特别在中国教会 我们只有牧师的title 没有教师的title 没有传福音的title 也没有使徒跟先知的title 通通没有 只有牧师 It's OK 就算只有牧师也是OK 我也不想叫使徒 人家说使徒像死了一样 那种使徒 Mind是不是 不要叫 Fine 不需要叫 但是那个function在不在呢 那个功能在不在呢 我们可以不要叫这些名词 OK 但是是不是有使徒的功能 我们recognize 我们能够认同这样的功能 有先知的功能 有先知的功能 教师的功能 牧师的功能 传福音的功能 能够配搭起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要建造教会吗 你要五重植物的功能 要发挥出来 这样才能够教会被建造起来 光靠恩赐是不够的 因为恩赐是帮助人 Individual people 帮助个人 但不是建造教会 我希望讲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Alright 我们看见 父神给我们财干 写明神的荣耀 基督赐给我们恩赐 是让我们建立神的教会 圣灵给我们恩赐 是要帮助 而且造就个人 OK 这三方面我们看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来恩赐有哪些呢 恩赐有哪些呢 我们接下来就讲 第八节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蒙圣灵赐他知识 等等 列出九项 这个比较引起争议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稍微讲一下 什么意思 什么叫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就是讲到当圣灵感动你 OK很重要 每一次都是我一定会讲这句话 当圣灵感动你 当你祷告的时候 圣灵会感动你 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 上面当你在祷告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圣灵感动你 圣灵让你看见 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心意 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带领 这个智慧的言语 比较指的是将来的方向 不是好像 这个 好像这个 怎么中国 问普叫那个什么 算命那种 不是那种 不是讲了 exactly什么事情 而是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心意 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带领 神在这个人身上将来的方向 我们看见 这是讲到智慧的原因 神会感动你 让你看见 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心意 跟方向是什么 我还记得1993年的时候 我去参加一个特会 有一个先知就为我祷告 他一为我祷告 就说我看见 你是个小火球 在神的国是个小火球 我心想 我那时候93年 还没开始生命和 什么小火球 我里面一点火都没有 什么小火球 没火 OK 而且到他说到各地都要点火 我什么地方都没去 我不是跟你讲过 我什么地方都没去 我只去过中国还被抓起来 什么小火球 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但他那个时候93年就告诉 我看见一个小 你就个小火球 在神的国里面 无论你到哪里 把火都点起来 现在我回头看 我真的是小火球 大火球 我到哪里都点火 不是在华人教堂 任何跨文化 我照样点火 我现在这个 我真的是个火球 Amen 但93年 这个也不是火球 但是那个人 somehow就看见了 神在我身上将来的方向 跟带领 这个叫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OK 那什么叫知识的言语 第二个讲到知识 知识的言语 就是讲到 好像当你在服侍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神会感动你 让你能够看见 或好像 somehow 明白说 神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现在 所发生的事情 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somehow你看见 看见他现在 看见他过去 所发生的事情 那个叫知识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所以有一次我还记得 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 有一位先知 就把一位老先生叫起来 他其实并不认识 那一位老先生的 他就对他说 他说我看见 你有一个孩子 对不对 他说你的孩子 很久没有跟你联络了 可是我看见这个孩子 正在神的带领当中 神牵着他的手 正在带他走 你知道那个老先生 眼泪就掉下来 他真的 他的孩子 跟他失去联络很多人 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那位先知说 我看见上帝 正在牵他的手 带领他正在走 哇 真的是 这是知识的原因 看见神现在 正在做的工作 这是知识的原因 知识的原因 那无论是看见 或者是脑海当中 一个信息 以后我会讲到 神怎么会感动你 当我讲感动了 所以这感动 代表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 无论如何 当你在为人祷告 在服事的时候 你能够sense到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或过去的事情 那就是叫知识的原因 第三个我们看见 这里讲到 诱人蒙 这圣灵赐他 什么呢 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 上面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神感动你 就是 神一句话语 在你里面 当你把这个话语 宣告出来的时候 你就相信 这个事情就要成就 神会感动你 把一个信息 放在你的里面 你宣告出来 事情就要成就 所以 就譬如说 耶稣基督 当他看见 风浪的时候 他就宣告说 风浪啊 平静吧 止了吧 住了吧 他一句话 话语一出去 事情就成就 那是信心 信心 就好像赵拥基 牧师我昨天讲 当他心 他的怀孕 他讲到 他知道上帝 要给他一个 时段变数的脚大 他公开的宣告 我已经有了 我有了 当他宣告出去 我有了的时候 我们看见 事情就成就 信心的语言 宣告出来 我们看见 这个信心的语言 宣告出来 是不需要他做什么 其实他知道 他只要凭信心 宣告出来 事情就必 这是 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信心 需要我们的 很多的操练 在这方面 接下来 还有一个 这圣灵赐他什么 医病的恩赐 这当然我们比较熟悉 医病的恩赐 但在原文里面 你知道这医病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负数 唯一的负数在这里 其他所讲的恩赐 都是单数 只有这里说 医病的恩赐S 负数 可见的医病的恩赐 有很多种 所以他们才开玩笑 说 这个医病的恩赐 也有各种专科 我现在真的 有点明白 真的是这样 每一个神给 每一个 这些有医病恩赐 都有这种specialty 留师母的specialty 如果你认识我的师母 留师母specialty 是什么呢 长短手长短脚 那是 简直是开我眼界到 也不需要要敬拜 也不需要什么预备 都不需要任何地方 任何场所 他只要为你祷告 长短手一定长出来 长短脚一定长出来 腰痛背痛 立刻就没有 那简直连我都看得 神奇到不得了 也不需要任何的气氛 nothing 完全不需要 anytime 那真是他的specialty 我看见另外一个牧师 是Victor Bianco 他也是有个specialty 他的specialty是 平板脚 平板脚能够长出弧度出来 有些人是平板脚 那也是他的specialty 他真的是 一祷告就happen 有些平板脚 就是能够长出弧度出来 wow it's amazing 几乎每一个都有不同的specialty 他可以为别人 别的病祷告可以 但他为那个病祷告特别有果效 所以我真的convince 哇 的确这个医病的恩赐 有很多种 很多专科 很多专科 所以我们看见 的确在经验当中 让我们越来越学习到这些事情 第十节讲到 又叫一个人能够行义能 行义能是什么呢 行义能跟信心的恩赐 有点类似 但是行义能呢 不是用口中说出来的 而是要用你的身体的肢体 跟神来配合运作 所以你看见当 在旧约时代的时候 以利沙不是看见一个孩子死了 他就趴在他的身上 为这个孩子祷告 好像趴在他身上 好像嘴对嘴 然后身体趴在那里 为他祷告 用肢体来做一个器具 让神的能力能够显明出来 那叫行义能 或者在旧约时代 你看见参孙用这个驴筛子骨 就是能够打死这个非力士人 一千个非力士人 哇那这是义能 是要用身体的肢体来配合 那个叫做义能 接下来又叫一个人能够做先知 什么是先知呢 很多人说 那这是这个 就可能是那些能够看见 或者是听见 很特别的事情 其实不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做先知的 什么是先知呢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 十四章第三节 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什么 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 我请问你 你会不会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 你会不会说 会 Amen 你应该会说 每一个人都会说 所以可见的先知讲道 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 不是的 先知讲道就是做造就 劝勉安慰人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 只是圣灵感动你说出 劝勉安慰造就人的话来 That's it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这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 那么可怕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 有一段时间在我们教会 我一直鼓励小主们 能够在敬拜完之后 能够有一段时间 Open一下 让大家能够说出 劝勉安慰造就 也就是你在敬拜的时候 你感觉神 要做些什么 你感觉到神有一些 劝勉的话要说 那你在那段时间 可以讲出来 就给一个机会让他讲出来 那当然不是叫你讲道 也不是叫你在那里劝勉 责备别人都不是的 而是在敬拜过程当中 你感动 有些圣灵感动你 让你看见 有什么劝勉的话 我记得有个小组 做见证后来 他们说在敬拜完之后 那个小组长Open说 有什么 你们有什么感动 有什么劝勉的话 有一个弟兄说 我感觉到好像今天 在我们小组中 有一个人想信耶稣 那个组长说真的吗 他就问说 请问在我们中 今天谁想信耶稣 有一个木道友 就真的举手 他说是我 我真的很想信耶稣 今天我很想信耶稣 他说真的 哇好高兴啊 那天小组聚会就变成 已经不是查经 而是就怎么样出信造就 就该怎么样做基督徒 讲完之后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木道友 听完之后 那个木道友说 那我也很想信耶稣 结果那天两个人 信了耶稣 Hallelujah 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感动 讲出劝勉的话 造就的话 就发现圣灵的确就工作 Amazing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那么害怕 先说讲到很玄的事情 不是的 等到以后我会讲到 圣灵感动你 一点都不玄 OK 我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一点都不玄 我 Actually 会有个功课是讲到这件事情 Definitely 会让你们要感受圣灵的感动 All right 这个一定是要来操练的一件事情 But anyway 我告诉你 这不是很玄的事情 先跟你讲 接下来怎么样呢 回到十二章 又有人辨别诸灵 又叫人说方言 又叫人翻方言 OK 最后三个 你看辨别诸灵 这也是种特别的恩赐 因为当你在一个聚会现场的时候 你发现在聚会现场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正在进行 你看见有魔鬼撒旦的工作 有圣灵的工作 也有人自己灵的工作 人的血气在工作 的确有各种的一些工作在 你怎么辨别 这是出于神 这是出于魔鬼 这是出于人自己的灵呢 这的确需要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在这里 如果出于魔鬼 你就斥责魔鬼 但如果是神的工作 那你就是relax 让神继续完成他的工作 如果是人自己的血气 那你其实就是要他stop stop 你知道在圣灵的聚会里面 常常发现很多 我发现很多人 被圣灵充满过的人 常常就回想到 他以前怎么被圣灵充满 所以你就看见 常常在圣灵的聚会当中 他们一定好像要 以前如果他们是 抖啊抖啊抖啊 圣灵充满的时候 那无论他们就觉得 要开始抖抖抖抖 圣灵才充满他 有的时候不见 神每一次跟我都说 新的嘛不是吗 Amen 我们不需要一直用神过去 充满你的方式 你一直来好像 要make it happen again 不需要的 而是我们看见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让圣灵来引导你 让圣灵来带领你 Amen 辨别诸灵 那最后说方言 我已经讲了说方言了 那还有翻方言 翻方言其实也是 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翻方言的时候 所谓翻方言一点都不是像我们平常 好像这个讲 这个好像这个讲道的时候旁边 一句句翻不是的 翻方言其实是神把一个意念放在你心中 一个意念 一个thought 那你就把这个意念讲出来 当你听见这个方言在祷告的时候 方言用讲话的时候 你就心中有感动一个意念 你把这个意念讲出来 这就是翻方言的意思 那很多人说 我们这个方言不能够在会众当中一起讲 我其实错了 方言在祷告当中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没有问题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 我请问你用法文祷告 他用英文祷告 我用国语祷告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大家同声开口祷告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如果说你要开始对人讲话了 如果我今天用法文跟你讲 你需要翻译 你当然需要翻译 如果用方言跟你讲话 你需要翻译 当然需要翻译 但如果不是在跟你讲话 我在对神讲话 需要翻译 不需要 我们大家同声开口一起对神祷告 不需要翻译 所以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可以用方言祷告 当然可以同声开口祷告 只是什么时候 我开始要用方言对你说话的时候 那就要翻译 那就必须要翻译 明白吗 好 所以我想我们 讲到恩赐大概是这样 我们下一堂我还继续讲下去 但是这一说 十一节说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谁己意分给个人 换句话这都从圣灵而来 圣灵而来 那我相信神给我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恩赐 神给我不同的才干 我也告诉你 神给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 绝对有不同的恩赐 那下一堂我会花点时间 讲到怎么渴慕 这些恩赐 怎么寻求这些恩赐 OK 那在休息的时间 你如果有任何问题就给我 那下一堂我也先花点时间 先回答你的问题 好吧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们 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谢谢你今天再次把圣灵的恩赐 很清楚地教导 我们也让我们真实明白 也让我们真实在服事当中 不但按照我们的才干来服事 也按照你所给我们的恩赐 来服事你 好 让主你自己的名 能够被高取 让人都能够得到帮助 谢谢主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圣的名祈求 Amen Amen